是不是分红最怕一分人就走 股东分红不是到期就分 这么简单选择会造成企业经营的现金荒 无意到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季度就分 甚至单月就分 一些开实体店的公司甚至把处置卡的钱都分了 企业账面上的现金流都不够抵扣卡金额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总是现金荒 结果总是危机重重 是因为你们分了不该分的钱 股东分红要按这五个步骤进行区分 第一要明确下分红指的是纯利润 不是毛利润更不是业绩 纯利润等于业绩减去月租成本 减去装修36个月的军摊成本 单月的员工成本 产品的消耗成本 水电成本和单月的员工福利成本 还有营销成本 有些实体店的老板 还有卡金成本 如果你有报税 再减去相关的税务费用 那你实际的利润就没有你看起来的那么好了